今天我们要来看全球播放数前20的TikTok短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视频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做过 上一次我们做过一个视频看播放数最多的一些YouTube Shorts 然后那些视频一个比一个还要弱智 所以这一次这一些播放数最多的TikTok视频也会一样弱智吗 我不知道 我猜应该不会太弱智 毕竟TikTok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上面又有这么多用户 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 最多播放数的那些视频应该不会太弱智吧 应该 废话不多说 这里是播放数第二十名的视频 有两亿三千万播放数 非常好的开头各位 我已经知道 这一个视频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了 这就和上一次看那个YouTube Shorts一样 每看完一个视频我就会对摄像机大叫 我刚刚他妈看了什么 虽然这个音乐有版权 所以后期应该会换成一些其他的音乐 但是我向你保证 就算你看原版的视频 效果也是一样的垃圾 反正就是这些人 他们在跟着音乐的节奏 然后左右晃来晃去 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一期视频有两亿多 播放数吗 两亿多 行了我们不要抱怨太多 OK我们来看第十九名 也许第十九名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至少是自己画了个画 然后按照他说的话来说 他画了二三个小时 画出了这些画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至少比你在电梯上面 然后无缘无故 好多了 我不知道我跳得怎么样 我估计我的后期才知道 R.I.C.K. 给我刚刚的舞蹈 打个分 没有穿过九分 你就被吵了 OK第十八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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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怎么又来一次 不是 你每一天要在这个自动扶序上面 拍多少个视频 是吗 在商场里面的工作人员 估计都觉得你是傻逼了 这个叫做扰民观众朋友们 这个叫做在户外当扫闯 你知道吗 我不应该这么heart 是吧 也许有一些人看到这个视频 会觉得 我的天哪 他们竟然按照音乐节奏跳舞 Woo I do not understand 多少播放 养溢五千万 我不敢相信 我竟然要说出这些话 但是我觉得 其实YouTube shorts 没有这么糟糕 你知道吗 其实我现在想一想 刷牙视频和脚肥皂 现在看上去 好像是一些 优质内容了 我们需要脚肥皂 OK 脚肥皂 不是这个自动扶梯跳舞视频 OK 这个标题是 帮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I am ready Let's go 这个视频不存在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说到 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你现在就可以帮助 这个叫做西兰C了的人 他无家可归吗 他其实有家可归 但是 他的频道订阅数 还没有达到45万 我被B站封禁 要四年了 我的订阅数还没有达到 我以前B站被封的时候的数量 其实认真思考一下 这比无家可归还要糟糕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然后你还没有点击订阅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考虑一下 alright 废话不多说 这个应该是第15名 反正就是这个人 首先在用刀 切香蕉 然后是这一位 是吧 大家都认识他 这个已经是一个梗了 大家都认识这一位小伙 挺好玩的 挺酷的 我觉得这个两亿多不忘数 还行了 没有太糟糕你知道吗 毕竟这是一个梗人物 不像是之前那些视频 就是你都根本想要出任何原因 为什么他有两亿多播放数 RID14名也是两亿五千万播放数 OK 这个至少是大自然 是吧 这个至少是大自然 这个至少不是自动扶梯 然后在那边 大自然能获得播放数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只要不是自动扶梯跳舞 都OK 下一个 我内心现在在感受着不同情绪 一种是享受在一边 另一边是感觉奇怪 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的情绪 是感觉恶心 一方面我觉得看上去挺爽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 卧槽 这么一大团东西 看上去好恶心 然后还有一方面我在想 你他妈的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It is kind of amazing 有一点神奇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对环境有没有什么破坏 我希望他们问了那个房子里面住的人 他们可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要不然想象 你在家里面你就在坐着 然后在看外面的风景 然后突然一下子 你看到外面有这么一团蓝色的东西 不现在了你的眼前 我觉得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我会被吓死的 但是说到底 这个视频有两亿六千万播放数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他至少不是一个人在自动福利上面 OK 下一个来自威尔史密斯 然后啊 有很多播放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威尔史密斯 然后威尔史密斯做的东西都十分的火热 OK 这个是第十二 I don't get it 她是在嘲讽这个女生做一个 lipsyncing视频的有这么多播放数吗 好 知道她成功了是吧 她也获得了一样的播放数 所以啊 其实好像说明 如果你真的做lipsync视频的话 你就能火起来 做啥YouTube呀 搞啥脚肥皂呀 想什么视频主意 以后听到一个最火热的歌 你做一个lipsync就完事了 All right 我的播放数在哪里 第十一名 这个literally就叫做一个小猫的视频 你知道每个猫的视频 哪有这么多播放数 我没有什么阅言 因为 它至少不是 你懂就行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top 10 就是breface is ready breface is ready um breface is not ready 多少播放数 两亿九千万 接近三亿 我很想打一堵墙 但是我周围没有枪可以打 我不想评论 ok 我们直接看到第九名 I said certified freak 7 days a week wet ass p word make that pull out game wee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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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effing with some wet ass p word very nice 舞蹈跳的十分的大 然后啊 这个视频做的也很翘 不得不说 是一个十分好的一个视频 有三亿多播放数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而第八名 来自比利眼睫毛 那么他是名人 他放个屁估计都能获得抖音上面第一播放数 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也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这个视频是不是一个很好看的视频 who the fuck cares it's比利眼睫毛 ok RID七名 是一个婴儿 很明显 啊哼 我的心 哦 嗯 m M2的B 听上去就有点奇怪 对于一个会说中文的人 Dead aside 这首歌不是他唱的 他只是对了一下嘴唇 然后啊 6亿1000万播放数 非常牛逼 像我说过的 做什么脚肥皂 做什么自媒体 做什么视频 你只需要对嘴唇 这是第五 下一个是第四名 也是来自同一个人 将近十亿的播放数 so some see this glass is half full some see it is half empty but I see it as a piece of cake 哇操 man 哇操 man 这个有点牛鱼你知道吗 我觉得谁知可以做一期视频 破解这一个短视频 因为我看不出来是怎么做到的 ok又是来自这一个人 很明显他叫zack king 这期视频有11亿播放数 dude and somewhere else this place is not going to be true ok that'll work ok that'll work now get your own spot here I come thank you guys re it 这个还行了 这个我觉得 如果你稍微做过一些特效的话 你可能还能看出来是怎么做的 但是像我说的 相较于其他的那些tiktok视频 没有这么糟糕 反而还挺好看的 所以第三名播放数挺好 alright第二名来自James Charles 嘿姐妹们 这里是杰姆斯查尔斯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做的是什么呢 i mean 这个就是室内装潢搞的圣诞艺点 ok 然后这个转场也没有多么特殊 至少不是自动福利上面跳舞 但也没有这么酷 i don't know 我觉得你找一些人 一个下午就可以做出来这个室内装潢 全战播放数第二 有一点overrated ok 就一点点 ok 现在我们要来看 全tiktok上面播放数第一的视频 它有22亿播放数 然后这个视频 同样来自 ZACK KING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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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hat is also pretty sick i gotta say 挺好看的 可能有些人已经能看出来 大概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是至少这个特效视频 也需要花一点时间 还有一些创意 所以这个视频在tiktok上面 获得22亿播放数 我觉得也还行 也挺好 也挺酷 所以话说到底 tiktok前20 有一些比较弱智 但是还是有一些 稍微比较酷一点的视频 比较好看一点的视频 如果让我把它和youtubeshorts比的话 都半斤八两 差不多 只是tiktok上面 可能有更多对嘴唇的视频 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考虑点击一个顶 如果你想要看我关于 youtube最火短片的那一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这里 我还在等着 OK 拜拜